虽然同年的郭麒麟过得并不幸福 至今也不认同父亲的教育理念 但是他仍然选择理解父亲 他希望有一天把父亲挡在身后 可以替父亲撑起一片天地 其实现在的郭麒麟就已经做到了 近几年郭麒麟愈发独立 不仅搬出了玫瑰园 还更换了助理 高小宝曾经一度被郭麒麟成为助爹 因为事无巨细管郭麒麟比爹都多 虽然高小宝非常负责任 对郭麒麟也很好 但是郭麒麟仍旧是没有自由的 而且郭麒麟遇到的辛苦和问题 一定会通过高小宝传到郭老师的耳朵里 所以抛出玫瑰园 有自己的生活和朋友 换掉助理 把高小宝还给父亲 完全掌握自己工作 从这一时开始 郭麒麟就真正独立了 事实证明 郭麒麟独立之后也更成功了 不论是朋友圈还是工作内容 大龄都实现了真正的出圈 越来越专业 也越来越精进了 2月8日是郭麒麟的生日 从官方媒体发出的生日祝福 就可以看出 如今的郭麒麟有多么成功 这可是郭德纲都没有的待遇 只能说 郭麒麟实在是太优秀了 几乎每一个与大龄有过合作的平台 都愿意向这位刚刚年满26岁的少年 表现出自己的善意与诚意 天津卫视 作为地方台的官方媒体 其实很少像饭圈粉丝一样 向某位明星发生日祝福 但是大龄不一样 在天津卫视的相声春晚中 赵伟州 郭麒麟 颜鹤翔登台的时段 收视率非常优秀 而不论是在台上 还是在台下采访中 天津卫视的记者都在邀请郭麒麟 多登台 多说相声 近几年 郭麒麟在电影方面不仅票房口碑不错 还拿了个于谦老师曾经拿过的影帝大奖 他参与拍摄的电视剧也都有着不错的收视率 凭借庆余年 坠续成功出圈 接综艺也接到手软 更难得的是在如此高的出镜率之下 郭麒麟的表现一直很稳定 哪怕是以初中一夜的学历 参加最强大脑这种类型的综艺也没有拉胯 还反而带给观众不少惊喜 原来学历真的与文化和头脑无关 郭麒麟能有如今的成绩可以说基本都是靠他自己 新二代的身份当然带给了他一些资源 但郭麒麟也没少因为这个身份而被排挤 娱乐圈不少人都戴着有色眼镜 看不起这个没有实力的年轻人 郭麒麟当年上了一档做饭的节目 虽然有一群妈护着 但还是被各种环节和品鉴人挤兑 当众被惩罚大口吃芥末 枪到流泪 当时在场的秦凯露和奢士曼等人都急了 游戏环节的小惩罚 当然必不可少 但是那个节目准备的芥末量 连观众都很难接受 郭麒麟从小接受的是打压教育 而周围又星光熠熠 所以有几年郭麒麟是真自卑 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面对采访 她的谦卑都不是装的 好在郭麒麟有个好师傅 在通透如鱼谦的言传身教之下 再加上郭麒麟自身的天赋和努力 她终于一点点站起来了 如今的郭麒麟自信而充满少年气 这才应了那句 生子当如郭麒麟 而现在只要提到郭麒麟 郭老师就难掩自豪和满眼的光彩 也许是年龄大了 心更软了 也许是走过了风雨飘摇的时期 如今已经不必饥饿如仇 总之 现在的郭德纲有了明显的变化 更温和 也更慈祥了 还更练家了 为了见儿子一面 不惜在录制团宗的时候 集体去方便郭麒麟工作的地方 郭老师其实并不经常发微博 但是会经常主动转发郭麒麟的内容 帮他宣传 甚至还可可爱爱的多次向郭麒麟喊话 要求儿子给他买莽 郭麒麟狡黠一笑 对媒体说 不能那么快让我爸爸顺意 这得撑着才有期待 这不 借着儿子郭麒麟的生日 郭老师还大气自嘲 要不来莽没关系 我送你一件呗 这麒麟 这寓意 这秀宫 郭老师对儿子的爱隐藏其中 今年郭麒麟一视同仁的 没有公开发文 为父亲郭德纲和师父于谦祝福生日 其实也说明 大林是越来越活出自我了 心意不必做给旁人看 无愧于心就好 而对郭德纲来说 郭麒麟良好的形象和口碑 就是他最好的礼物 如今星二代们的整体形象和口碑 都不是很好 郭麒麟也被指是最不像新二代的新二代 有这样的儿子 看似卑微的老父亲 内心肯定是欣慰和幸福